大家好 我是华学们 奥格 我深处的地方呢 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了 真实劳务行情 这是13普罗麦克斯一提币的港版双卡 外观成色了九九星电池100的 在机器呢 眼保还有个六百多天 这个机器拿货是一万零两百 如果是同成色的美版机器呢 拿货价应该在九千五左右 美版无锁的啊 像这个机器是最大内存相对来说是最不保值的 像 如果说大家真的不是说刚需这种一提币的 最好是还是不要入手 因为两三年以后呢 跟那种二五六的差距估计就只贵了两百块钱了 但是现在呢 是贵了很多很多的 对吧 这个是十二普罗一八十八级的 像这种年后新到的 所有的十二系列货呢 价格都比年轻的价格呢 涨了五十块钱 像这个九九星电池100 通电次数两两位数的 目前拿货呢 是四千八百五啊 外观成色非常好的 这都是2021年的 啊 中旬的机器吧 啊 像如果说要大家要十二普罗二五六的 可以说 截止到目前为止 市场上的货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绝大部分的都是年轻的违货 所以说 尽量大家呢 拿新货吧 虽然可能说贵个五十块钱 但是整体的机器 质量程式都好 这是十一普罗 256级 像这个老板呢 到了200台 可以说十一普罗最近市场上是最抢手的 像那右边我没有 要的 三千三百五全部卖了 这个是长期合作的档口啊 这个他就卖给了我一台 这台机器呢 三千四给我的 九六星电池100 这要别的他都不卖 因为呢 卖给别的能多赚一点钱 因为是大家长期合作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说就卖了一台给我 这就是目前十一普罗的现状 因为十一普罗这个机器 大家都很需要 这整体的质感呢 性能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iPhone11 啊 这个是电池100 出现只有六次的2021年的光换机啊 这个是8月份的机器 去年的 然后再来看看柜台 柜台的货呢 大部分都是横着摆了 不是竖着摆的 说明了什么了 过了全部卖了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目前设计上的行情 十一的1828G 256的这两个内存 一台机器呢 拿后价涨100块钱 像年前拿这种99型电池效率呢 95加的 大概拿后价呢 2750 现在呢 只要是99型电池效率80多的 都要卖2800了 涨价了 这个是11普罗麦克斯 512256的 右边是512的 左边是256的 都是每版无所稍网的机器 跟国航机器区别差在于呢 就是单卡跟双卡的区别啊 右边这台呢 512的是4050 左边那台呢 256的是3950 512跟256价格差距呢 真的是非常的少 不像大家所想的 一定会差距的那么多 这也是 说了前面视频开头的 大内存的机器呢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保值 因为不是说人人都需要那么超级大的内存 对吧 这个是iphoneXs max 像这个机器呢 最近 跌加幅度呢 从13发布以来就一直跌加的非常的明显 像目前这种啊 左边两个黑色呢 是256的 拿后价呢 是2400 都是橙色非常好 效率90出头的 然后这个金色呢 拿后价呢 是2550啊 512的 所以说啊 大家如果说想考虑中180的旗舰机黄的 可以 所以可以 能够呢 一个啊 非常合适的价格入手了 因为毕竟价格呢 摆在这里 对吧 性能还是非常不错了2000多嘛 像iphoneXs这个机器呢 可以说就是一个什么被遗忘的机型 对吧 尽量尽量建议大家选这个机型呢 尽量大家可以不要挑90以上的 因为这个电池非常不耐用 90以上的大部分电池都是半电系能那种 像这种金色的 这种橙色比较好的是1950 黑白可能说还便宜一点 1900啊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打措行情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描述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这种影响的啊 当时来开启作评论区会议的将来